各位同學 剛剛經由介紹單向半波 不可控整流電路之後 接下來呢我們要進行的是 單向全波橋式的 不可控整流電路 好那這個章節啊 我們先介紹它的架構 一開始 也是一樣交流電源輸入 經由我們的變壓器 剛剛講過電壓它可能會大可能是小 如果我們經由變壓器的話呢 就可以控制我們所需要的電壓值 那在經由二級體元件所組成的橋式電路 最後啊得到我們的 來到我們的電阻性的負載 那在工作原理部分呢 我們先看一下正半坡的部分 這個坡形中的藍色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正半坡 它呢 經由一次測到二次測的 變壓器 我們在二次測呢可以得到這個 V2的 這個值 那因為它正半坡啊 所以說啊 它的正值 就在上方 好那我們就開始 通電囉 那我們的 電流呢 就經由負載 再經由二級體 流到電源的 負端 就是完成正半坡的這個電流導通的過程 而這個時候啊 只有兩個二級體是導通的 另外那兩個呢 是不導通的 正半坡的部分 那我們的電源正半坡啊 它呢 負載定壓是正值 這個地方可能要請各位同學注意的 等一下呢 我們也會有一樣的 負半坡的這個討論 在這個地方呢 電源正半坡 它負載定壓呢 它是正值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負半坡的部分 我們這個坡形 紅色這個下方這個 坡形呢 就是負半坡 既然是負半坡 我們轉到二次測的時候啊 V2的下方呢 它就變成正值了 從正值開始 出發 我們就電流流通 二級體 經由我的負載 再回到二級體 然後呢 再回到電源的 負端 也是V2的上方啊 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 另外那兩個二級體 就導通了 跟剛剛不一樣的兩個二級體 就導通了 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 在負載而言 它電源的 負半坡 它的負載的電壓值 還是正值 剛剛所提到的 正半坡部分 它負載電壓是正值 而 這一個投影片上呢 電源的負半坡 對負載而言呢 它也是正值 因此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說啊 不管電源是正坡 還是負坡 對負載而言呢 都可以拿到 正值的這個電壓值 那對於 它的平均值 的計算方法如何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畫面上看到這個 VR 這個坡形呢 長這個樣子 上方呢 是一個 電源的輸入 下方呢 是一個負載的電壓值 好那我上方的電源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正旋坡 而下方的負載呢 它就是把上方的電源坡形呢 轉為 全部都是正值的 這個整流器 這個坡形輸出啊 所以上方是正值 下方就正值 上方的 紅色這個曲線 是負值 下方呢 也會變正值 所以 這是正半坡 下方會變成正半坡 上方呢 是負半坡 下方呢 還是維持正半坡 就是這邊所要提的 那至於剛剛 在前一個章節所提到的 半坡整流電壓的平均值啊 它是等於0.45的V2 這是複習一下的 那我們想要計算全坡整流電壓呢 我們就直接在上面呢 乘上兩倍 那為什麼乘上兩倍啊 就是因為 我們 上方呢 它π到2π 是等於0 而下方啊 π到2π呢 它是跟0到π的坡形是一樣的 完全都是一樣的 因此啊 對於0到2π這個週期 它跟剛剛比較起來 它就整整多了一倍出來 所以在這邊很容易的理解 它只要乘上兩倍 就可以了 最後答案就是 0.9v2 好 那至於 電流的平均值呢 複習一下 剛剛上個章節呢 我們所提到的 半坡整流電流平均值 它等於0.15v2 除上r 而對於全坡整流電流的平均值呢 它呢 一樣的意思 它呢 乘上兩倍 為什麼乘上兩倍啊 剛剛所提到過的 我的坡形 延伸了π到2π的值出來了 因此乘上了兩倍 接下來 接下來 就是把剛剛的 一些內容做個 小小的複習 我的全坡整流電壓的平均值呢 它等於v2 等於0.9v2 v2呢 是電源的 這個 有效值 那這全坡整流 電流的平均值呢 ir 它會等於0.9v2 除上r 那 我們看到右手邊 就是我們剛剛所提的 我們的負載 v2 它會等於0.9v2 那我們的流到負載的那個ir呢 它會等於 0.9v2 除上r 有一個小小的立體讓各位同學來練習 希望各位同學能夠更深入的理解 右圖有一個單向的喬式全坡整流電路 這裡面 我的v2呢 等於110v 各位同學注意 這邊是有效值 那r呢 等於10歐姆 請求出 負載的平均電壓 以及負載的平均電流 這個地方啊 我們要用剛剛的一些公式來計算 剛剛提到過 我的vr 就是我的負載的電壓 會等於0.9v2 v2 在題目告訴我們 它是等於110 乘起來之後呢 就會等於99v 那至於 負載的平均電流 剛剛提到過 它會等於 0.9v2 除上r 這個ir呢 計算之後 就會等於 9.9 安培 在這個章節裡面呢 我們 分析了 介紹了 如何 將 我們的二極體組合起來 成為一個 橋式電路 讓我們的交流電源 輸入之後 可以得到一個 直流 脈衝的一個 脈動的一個 直流電 這是我們 單向全坡 橋式 整流電路 它最主要的精神 也是 要改善 我們剛剛說的 半坡整流電路 它只有依靠一個二極體 它交流電的輸入 我們的輸出呢 雖然是直流電 但是 它的 一個 副半坡呢沒有被利用到 而在單向全坡橋式整流電路裡面 我的電源輸入 不管是正半坡 或者是副半坡 我們都可以來利用 以上是 我們這個小節 所要介紹的內容 讓我們再次看看 五隻 起床 一個小節 這是 解釋 起床